我们这里有三位我们槟榔谷的居民 Blow 是的 然后这三位阿公 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的传统的鼻梟的演奏者 鼻梟 鼻子睡着肖 是的 先猜一下是吧 来个五十五演奏阿公 这位阿公 这个有点像 要不要还是弄上食物吧 阿公来的时候要得先彩排一下 这这是什么 我有个问题 那个就是中间那位那个阿公 阿公您几岁开始追低胶 这下我读初我毕业后再毕串 初中毕业后 那也很小 十几岁了 十几岁 十岁左右 十岁左右 同样的问题也问一下另外两位呢 第一位阿公你要自信一点 自信一点 阿公我知道应该是昨天或者是今天 哈哈哈 太难了 那我们这位呢 练起尖的这一场可就不那么贵 有可能阿公是在说谎哦 不一定哦 一看就没说谎 哈哈哈哈 那我就选第三位 我也我也想选第三位 我也想选 我感觉我们的绝 第二位第二位 我也想选第二位 我选第二位第二位第二位 绝对的 那我现在就揭晓答案 从错的开始 从错的开始 哈哈 错的开始 也有可能是在混调 哦连你也在混调 对 哈哈哈 好的 哈哈 阿公够了 阿公够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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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国庄的信念感啊 阿公的 我们到这边来吧 你要吹出声音哦 你太过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那真相只有一个呢 那就是我们这位阿公啦 老师给我们表演一段吧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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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你要也吹不出来 那反转了 我们都没想到 你看人家这个孔都比较大 可是用一面水 它要露一点点的 它是用一边鼻孔出气的 对 一边鼻孔 好 好 所以他练这个鱼海卡呢 这个是有个故事的 我们以前是用来传情的 男女之间传情的 这一队人呢 有一个官人看上那个女的 然后他就把那个男的舌头给割掉 后面那个男没办法 就用这个想到这个鼻子这种方式 去传情给他的喜欢男妹 刚才这么感人的故事你不说 这么久了 看着各位老师也流了很多汗了 那边有一个我们的唱青小卖部 我们去那边稍微休息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